九合一大选 国民党溃步成军 资深媒体人赵绍康认为 这是国民党流失中间选民的结果 而对外界将矛头指向了马英九总统 前立委沈富雄呼吁 马总统往后不应该干预国民党的党务 党内也应该要重新改组 这次的结果没有一个人猜得准 真的好意外 连沈富雄都压抑 国民党这次大崩盘 六都只赢一都 和资深媒体人赵绍康分析败选原因 整个大环境选民就叫选票教训国民党 教训马英九 让你知道民怨有多深 陈富雄怪马总统执政无力 选票先打折扣 候选人条件不忧 难以支持者票投不下去 中间选民也跑到绿营 赵绍康认为国民党投入资源太少 连胜文阵营猛打MG149 没想到打到自己 而马总统拖劫太久没有倾听民意 中间选民全部流失 我认为中间选民是一个比较不感情用事 比较愿意用智慧去判断 可蓝也可绿的这一块 选民大众的水准的提高 这块会越来越多 这是一个好的现象 以后的蓝绿板块 可能要重新定义 我认为 陈富雄不是讲过 没有中间选民吗 以前选举打到最后都崩成蓝绿两块 但这次看起来 是有中间选民 党主席马英九这次成为众矢之地 国民党乱了步调 怎么改革成为焦点 他的问题就是 他的位置是超过他的能力 其实一言以蔽之 他的总统这个位置超过他的能力 一个有能力的人才敢用有能力的人 那如果你是一个能力不足的人 你就不敢用能力比你强的人 今天国民党如果说打一个疫学比方的话 他不是器官移植 他今天需要什么你知道吗 他需要骨髓移植 他需要彻底的换DNA 要重新打掉重练 陈富雄认为马英九不要干物党物 党内重组实在必行 赵超康建议国民党要确立中心思想 但与其党内重组不如改成内阁制 你当个总统你真的要大公无私 因为你有这么重的私心 你才把国民党搞成这个样子 把中常会搞成这个样子 搞成完全没有功能 国民党如果放手 让我去做代理党主席 一段时间 我不要薪水 但是要充分授权 该做的就是说 我跟你讲给我六个月就好 龚州双康间党主席不成 沈富雄直接跨下海口 说要接党主席 九合一大选蓝军溃败 如何重新站起来 国民党另一场仗 正要开打 雨电TV全文米飞 台报道